基本上将来很快就帮你艺术重复 就会有个清单的 你就可以针对那个清单 去做艺术重复的动作 那再来的话就怎么样呢 新增一个工 就是再来我们不是会有个清单 有清单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再新增某一个业务 这应该是业务的工作表 那新增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筛选 再来做全选 全部复制有没有 再把它贴上 那这几个步骤呢 最后再怎么样 自动调整 蓝宽 刚刚做的动作呢 其实都是有条理的 那你们将来在 自己在建那个聚集的时候 尽量就是先 把那个动作彩排一下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 你在做动作之前 录聚集之前 你要先把那个步骤 最好把它写 有步骤有条理的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呢 你就知道做什么 录下来的东西 你就很清楚 到底录了哪一些程式 其实说真的 你多录 这个有点像 练功一样 你的功力会提高 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录 反正每天录 录久了 然后你又知道说 那个步骤 哪一个动作 对应到哪一段程式 哪一个动作 对应到哪些程式 哪些参数会更改 哪些参数 其实你录久了之后 我跟你讲大概就差不多了 其实都是差不多是这些逻辑 会有需要了解就是我们一直重复的 就是说你要跑一个回圈 回圈从哪边到哪边 因为你做动作一定是连续的动作 你要做几次 大量的 对不对 重复一些动作就是利用回圈去帮我们做 所以呢 回圈里面我们讲最多就是for回圈 那for回圈一定会有一个头一个尾 所以呢你这边for2到X X就是我前面这边有个清单 有没有 你跑出来清单之后 2到看有几个业务人员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range 这个前面讲很多 就是那一个那一栏的第二栏 第二列以后的就是会知道说 到底有几个业务人员 从落里面去取得 然后跑完跑完 最后再怎么样呢 删除 有没有 这个最后没有了 我要把那个